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刚才 出去跟周明他们通了个电话 你都知道了吧 我姐给我发过消息了 芮芮这周末就要回去了 他们已经和好了 永远都不会不要芮芮的 芮芮就可以见到爸爸妈妈了 芮芮 我不是不想告诉你啊 我是不知道怎么说 干嘛 我马上就要走了 我现在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 是吗 干爸 你却打算孤独终老吗 你很无趣 无趣 这样没有办法对小姨回来的 那怎么办 我帮你 小姨这两天一直是说她 她很寂寞 很孤单 想让你做她男朋友 你再不告白 小姨就有可能跟韩叔叔在一起了 你感觉很想攻略 我去叫小姨起床 小姨 你真狂 小姨 小姨 我们等你吃早饭呢 好 小姨马上就来啊 小姨 干爸这两天一直说得很孤单很寂寞 说想让你做她女朋友 今天还要找你约会呢 估计要告白哦 真的假的 那我是不是应该好好准备一下 超好看点 好 小姨 我打听好了 现在小姨 超级想让你带她出去玩 那小姨有没有跟你说她想去哪儿玩 她说了 只要是你选的地方她都喜欢 我今天去找程悦阿姨玩 绝不来给你们添麻烦 绝不来给你们添麻烦 那你跟她说了吗 有人接你吗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 芮芮搞定他们了吧 好的 来 好了 好了 没有心意 女生一般都喜欢去哪里约会 老大被盗后了吗 好好工作 这老大不会真的被盗号了吧 这不是我熟悉的老大 你傻子干嘛 这就是老大 这肯定是想着怎么要追姜思涵呢 这蛋糕设计好了 什么蛋糕 前两天我在烘焙间 看到老大在做芯片 我就问了一嘴 他说这不是芯片 我又看到他旁边有个笔记本 我就偷偷地看了一眼 上面写着告白 你们不好好工作 在这儿八卦什么呢 白哥 老大好像终于要行动了 你看 在群里面问咱们约会地点呢 看到了 也没见你们几个回复有用的 对啊 咱们老大好不容易谈恋爱 咱得帮帮他吧 这个我擅长 我来我来我来 你谈过恋爱 小子 小子 还有什么时候花啊 你今天不用去店里吗 我想老板偶尔一天不在 员工应该不会扣我钱吧 那可说不准 你今天要说说 瑞瑞怎么在这儿 乔木和小玉桃出去约会了 我就带瑞瑞来上班咯 约会 我没听错吧 就沉默那大石头 这火酒店 干嘛不是石头 不是不是 这说的也奇怪 他这告白都是没那么久啊 一直一动不动的 今天怎么突然开挂了 还是我们瑞瑞厉害呗 把这两个人终于搞出去约会了 厉害啊 那当然 我们瑞瑞又聪明又可爱 来 瑞瑞 我们接个掌 接个掌 既然瑞瑞这么可爱 我的基因也不错 考虑 再来生一个 你们俩是在谈恋爱吗 在哪儿 不是 不是 我是小孩子 你们连小孩子都要骗 对啊 这还是个小孩子 我们不能骗小孩子的 李锦阳 还不去工作 好 我这就去工作 我这就抓紧时间去工作 我就安心工作了 给咱孩子转男子气 你经常来这儿吗 也不算经常到 偶尔 想不到你还会射箭呢 真是对你挺不了解 没关系 以后买完年纪 要学呢 我 我不会 我教你 刚才给你讲的年纪的吗 那你试一下 好 好 尖手正好 你放松点 不然会伤到自己的 不然会伤到自己的 没关系 再试一次 要不我自己来吧 要不我自己来吧 哦 出门出了 怎么样 厉害吧 我想想 有了 嗯 您不能有什么好主意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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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接下来什么安排 嗯 累了 嗯 那走吧 去哪儿啊 去了你就知道了 走吧 好 拳击呢 是一项很有魅力的运动 拳击其实分很多种啊 与其说它是体力运动 它其实更是一个 要动脑的游戏 你的所有拳 就要像鞭子一样 所以你的前手拳 跟你的后手拳 力量从脚一直到手 好吗 所以约会就是先射箭再打拳 它的步法是要用腰力 所以它有很多花哨的步法 前手技挡 后手这挡视线之后 它会做个小挂步 变到侧面之后呢 这技挡就会变得立体 能够踩到你 不玩了 这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你要是有什么要说的 你就说出来啊 思汗 其实跟你在一起 非常地开心 我希望你能够有机会了解我 更多不一样的样子 没了 没了 有 我 我还有很多技能 今天没来得及展示给你看 我下次待你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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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时间不早了 咱们去接瑞瑞 好 喂 妈 海浩 妈 你下班了吗 下班了 我那个 刚才回家的路上了 工作 工作挺好的呀 没有什么问题 我肯定不会给人家算错账的 那妈妈也担心 你一定多给人家检查几遍啊 嗯 好 我知道了 你爸妈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我没敢跟他们说 我的工作在他们眼里根本就不算是工作 那你打算瞒到什么时候 那你打算瞒到什么时候 要是我现在告诉他们 他们肯定马上就把我抓回去 那你是因为什么想到美食播主来的 因为喜欢 喜欢 嗯 最开始的时候呢 就是因为 简单的喜欢 后来我发现 我的文字 治愈了很多的人 从那之后 就从那种简单的喜欢 便成了有一点点的责任感 我想用文字 去治愈和鼓励更多的人 给你看 你看啊 这个是他们给我发的 全都是他们的故事 很有意义吧 嗯 那个 瑞瑞还在等着咱们呢 要不先回去吧 啊 好 好 快擦柔 快擦柔 你快要走啊 你快要走啊 快走快 快起来 你快要走呀 你快哭你 快走 你快走 你快就快走 我姐姐可真幸福 成了个这么可爱的宝宝 你们家经营都挺好的 他们俩口子也真是 一点都不靠谱 不愧是一家人 周明这个人吧 我很了解她 她虽然嘴上不说 但其实心里一直都有数 她一直都很靠自己的努力 给这个小家更好的生活 你放心吧 请你多多多多多ия 那些人 请不吝点赞 母国教学校 她们会一个月 派国家的援助 她参加了 晚间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这样的 你之前明明对我很温柔很体贴 你还说你喜欢我 陶蔓蔓 你没搞错吧 我什么时候说我喜欢你 还要追求你 你怎么能这样说呀 我喜欢的女 我喜欢的女人 她 体贴 温柔 可爱 还有上进心 我李景阳心里这辈子 就只能装下一个人 再也装不下第二个人了 你骗人 你肯定没有女朋友 如果有的话 为什么她从来没有来看过你 而且你朋友圈也没发过呀 景阳 就算你喜欢的是别人 我们也可以在一起的 李景阳 刚才发生的这一切 我可都录下来了 如果你不跟我在一起的话 我就分分钟发到网上 到时候我就说 你是一个欺负我的渣男 我倒要看看 你这个当红小生 要如何发展事业 陶蔓蔓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跟她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你 你听 你先出去 玉姐 那我 我也 想法不错 就是手段嫩了点 我这儿呢 刚好也录了一段 我也可以随时都发出去 我也想看看 当红女模特 我 要如何发展事业 玉姐 玉姐 我 我错了 咱们这个视频 我求你了 千万别发出去 我发誓 我再也不会出现在你们面前了 这视频我现在马上删 好了 求你了 玉姐 求你了 玉姐 走吧 谢谢玉姐 来 来 干嘛要这么看着我 我女朋友 刚刚好厉害 你还好意思说 那个唐蔓蔓之前欺负过你吗 你是不是傻呀 都不知道回击的吗 我在片场 也没搭理她呀 再说了好男不跟女斗 别生气了 看不出来呀 还挺会怜向西域的 我错了 你罚我吧 怎么罚都行 好 那我得好好想想 到底该怎么罚你 那就罚我 一辈子不是离开的 回家 给我吧 承睦跟小玉桐那点事 又本想告白 干嘛那么纠结啊 什么叫那点小事啊 不小不小不小 事儿挺大的 我就是觉得 你们承家人 给人名分都这么紧什么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啊 这就是我们承家家风 不轻易给人名分 想要名分啊 那得看我心情 我想要旻开 你 别人 你怕我 也行 我知名分 沒有 你自己开心 那些人 你不想要 看我 我知名分 你して 是一件很庄重的事情 不是说你随便带人出去约会一下 就可以告白的 算数了 要是你小姨看我 这么随随便便跟她告白的 她也不会开心的 是不是 所以你觉得一天不出门见你的小姨 是因为开心的 她不像是一天没出过门了 算了 还是我亲自来吧 小姨 小姨 我都快要走了 还没跟你出去玩棍呢 我想出去玩 带我去吧 瑞瑞 不要打扰你小姨 你小姨干稿子呢 她忙 不应该啊 我展示了那么多技能 我很无趣吗 想和你走遍 每条长街 牵着手路都忽明忽灭 有你的长街 都舍不得翻阅 我多想把时间冻结 你说最最最最喜欢的 好 看这里 哥哥姐姐 可以给我们拍张照吗 好啊 好啊 谢谢啊 好 不客气 来 有你陪伴的每一个季节 一 二 三 我 我 我 風吹过点点星光 漂浮的夜 请他为你带着我 一处的思念 雪花旋在半 interestingly 翩翩的耀眼 这份浪漫全都被你 缓缓洽绝 晚风吹过尘埃月光 铺满的夜 就像我的热烈 变了你的世界